说句真心话,你玩游戏开过挂吗? 我开过 比如此时脚下防空洞有个敌人 我开启AR雷达 迅速扫描出周围的敌情 而我们只需要追踪小脚丫即可 随后雷达显示前方出现敌情 咱们先找一处狙击位置 然后精准锁敌歼灭 我是Mike 有兴提前测试一下 虹魔9s Pro家 真的被他自带的 AR游戏辅助功能惊艳到了 刚才我用的这个功能 叫做声像坦真 属于虹魔魔方 AR大模型的衍生功能之一 它可以把周围的敌情 以雷达的方式表现出来 让我们可以更轻松的 提前定位置的位置 这不就是个 百分之百的吃鸡外挂吗 买外挂还送个游戏手机 这生意不赚不赔 当然除了脚步和枪声 载具也能精准定位 让我们料理先机 战无不胜 真可惜这外挂就是不太防撞 算是个小小的遗憾 简单看一下这款手机的外观 左侧是虹魔9s Pro家 右侧是我的虹魔9大黄蜂版 除了配色不同 都是一样的纯屏背部 功能按键方面也是一模一样 不过虹魔9s系列的屏幕更好 这次升级到了第六代 屏下超性全面屏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感觉屏幕色彩表现更好了 你看这些自在的美女壁纸 看起来都非常的养眼 哦对了 经常有人说不服跑个分 这次虹魔9s Pro家 全球首发骁龙8真3领先版 所以 大家对这个常温下的跑分结果可还满意 兔子上直接霸榜第一 遥遥领先 除了CPU和屏幕 虹魔9s系列最大的卖点 个人认为就是它的AR游戏辅助功能了 顺便告知一下某些朋友 他们一直说我是战神二纸玩件 其实是四纸了 因为我一直用的是虹魔的游戏手机 它自带游戏兼键 设置好后就会像这样 右键开镜 左键手机 这种方便程度可不是普通手机可以比的 只是可惜的是 目前AR生相摊真功能暂时没有在暗区开放 我问了厂家 说是很快去更新 等等我先教呀 哦对了 上次有粉丝问我屏幕中间的白点是什么 这也是手机自带的转型辅助功能 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和样式 是不是要比你把设置键放到中间好太多了 然后我在测试的时候 又发现一个之前一直被我忽略的小功能 就是这个侦查模式 之前我主要是在吃鸡游戏里用来找伏地膜的 现在突然想到在暗区里也一样使用呀 开启后应该可以规避掉一些隐藏的风险吧 然后再搭配上未来开通的AR生相摊真 天哪 我再也不用担心被暗区老鼠偷袭了 不过虽然生相摊真没开 它这个智能领航员功能是适配的 我们可以在游戏中随时查询一些游戏常识 比如在暗区中查询彻底问题 或者在网站荣耀中咨询某些英雄的用法 随着鸿魔魔防AR大魔性的持续升级 估计后期应该会出现 比摄像摊真更加强悍的AI画吧 当然 以上介绍的只是我目前最感兴趣的部分功能 本次新手机升级还是蛮大的 想想可以看一下那些更加专业的数码评测 视频最后再展示一下两个小玩意儿 首先就是这个红魔磁吸散热器无普洛 36瓦的液冷被夹散热器 可适配大部分手机 它通过一个精致的卡扣固定 然后安装在我们的手机背部 这是通电后的RGB灯效 是不是蛮有科技感的 而且它的制冷速度非常快 看才通电十几秒就已经是这种效果了 用上它 我们的手机哪怕长久运行在暗球的最高画质下 也可以保持稳定的帧数付出了 来 再来看一下这个好东西 大家能看出这是什么吗 这是随红魔9S系列同步发布的一款红魔磁吸小音箱 通过这个转接环可以吸附在我们的手机上 有了问了 把音箱吸在手机上有何用处 当初我也是这样想的 知道 兄弟们 我这个手机支架还可以吧 这个小东西只有62克 非常方便携带 外观属于赛博朋克风 透明设计 并且带有可调节的RGB灯效 可玩性非常高 然后它还有两种音响模式 这个是游戏模式 亲自玩游戏时近乎无延迟 然后再两按两次 就会轻换到音乐模式了 别看它小 内置三瓦强力喇叭 40毫米全屏高灵敏发声端源 音质表现不错 给大家听一下实际效果 这小音响不错吧 它内置400毫安时电池 可连续播放六小时 也支持边充边用 这要是外出的时候用来看个电影啥的 岂不是没死了吗 顺便预告一下下期内容 看到背景里那台笔记本了吗 这就是虎魔发布的首款电竞本 虎魔游戏本16pro了 我正在加紧做一些性能方面的测试 这台游戏本实在是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咱们下期详谈